治疗胃癌有新的标靶疗法了 清华大学分身所特病教授王文静 用大数据找到两个造成胃癌恶化跟转移的关键生物标记 解开了胃癌恶化之谜 我们主要是针对我们晚期而且进阶性的胃癌来做研究 我们在这个研究里面找到新的育后风险生物标志 跟最新的基因体的方式 这两个呢一个是PHF8一个是PKCα 当PHF8酵素表现增加时 会导致PKCα激增 使得胃癌蛋白P10失去效用 有两个抑制剂 现在已经被FDA approved在血癌的部分 可以有效地控制这些胃癌的蔓延发生 甚至降低甚至消灭它们 采用目前市面上就有的药物 来进行标靶治疗 发现可以有效消灭肿瘤细胞 并且抑制转移 让适用标靶治疗的胃癌患者比例 从两成提升至四成 这项研究成果也在上个月 刊登在国际知名的美国国家科学期刊 我是清华大学生科院学士班毕业的学生 第二专长是计量财务金融 此外我也在就读博士班的期间 休息了学士后法律学位学程的工作 另外我也是第一届产学合作博士学位学程毕业的学生 在这个学程里 我除了获得了严谨的学术研究训练外 同时我也得到了可以去业界实际体验食物学习的部分 秘书处采访报导